经济部同审会大动作松绑台商到大陆投资的清油裂结厂 而晶圆厂限制将比照面板厂的标准 两岸技术差距下限将会缩短到一个时代 经济部次长表示 这次开放重点在以西等7项清油裂结厂登陆投资 主因是中油五青在2015年即将关厂 国内原料将供应不足 渴望投资成果能在2016年回销供应台湾 半导体部分因为餐股投资的技术限制 开放到一个世代 掌控经营权也对国内有帮助